哈喽哈喽 下午好呀 今天拍完 剩下我来开一个很短的直播 嗯 姑且卡个卡子吧 就是说拍完剩下我来开一个很短的直播 虽然我觉得今天的生鞋拍的不是很好看 嗯 下午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今天 哎算了 感觉夹着头发显得有一点少 对 是私服生鞋 谢谢全然动力送的奶茶 我觉得我今天那个拍立得拍出来很黑 我之前每次就是拍完拍立得都会觉得 哇 好好看呀 然后就会想自己拍那个拍立得拍很多照片 然后今天觉得不大行呢 哎呀 谢谢哈哈们送的蹦迪呀 谢谢蹦迪 反正就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两天状态不是很好 谢谢开心市民小少送的一个玫瑰花 对拍立得交上去了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只因为我昨天连续那么长时间没睡觉 然后就状态不是很好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有一次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理作用 就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拍照都不好看 就可能哪怕实际上拍出来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在你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拍都不好看 哈喽哈喽 哈喽 哈喽 哎我的 睡到今天11点起来然后开会 开会之后化妆 谢谢黑音送的银光棒 谢谢黑音的80个银光棒 哇期待我的gravity吗 哎呀不错呢我跟你们说我写那个就是他不是要就是给自己的证件画一幅画吗 然后我就上面写了一个就是糊弄一下啊也不能再糊弄一下吧 反正就是方便起见啊这个节省以本着节省时间的原则 我就写了一个非常大的gravity然后占满了整个画幅 我们二楼倒是没有被水淹但是我们曾经淹过 就是你们知道疫情期间我们的那个那个厕所是真的被淹的令人窒息 就全部都是水满地的水 隔壁一洗澡我们就漏水我们还能知道隔壁又没用洗发液 还能知道隔壁又没用沐浴露 哎要早上烤完期末烤二十下会烤吗加油呀 对啊真的很窒息 喽现在现在属于是我们的淋浴房只漏自己的水就隔壁洗澡我们不会漏了 但之前是隔壁洗澡我们也漏 这我就觉得很离谱隔壁洗澡那个水会通过我们的下水管道漫上来漫到我们的淋浴房 然后再从我们的淋浴房漏出来 然后我们的淋浴房会有这么深的积水 怎么说呢 换中心这个饼从我刚进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了 你刚查完高考分吗咋样 对啊就真的很可怕 呃十五号位我二十对二十六号我是十五号位 好快救命我现在还是好困 哎呀 昨天其实还好 昨天 昨天其实倒没有觉得那么困 然后今天可能过了一天 我感觉每次通宵做第二天会比较难熬 像昨天晚上 那个 杨雨昕看我心情不是很好 就 请我出去跟 请我出去吃了个饭 然后顺便叫王一柳一起 哎呀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一个月好内啥呀 就是啊 一个人在宿舍真的很无聊 而且好像跟我好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去广州 嗯 天哪 雷木去找新朋友吗 也不是不行 然后 嗯我们昨天吃了一家店还挺好吃的 而且他居然可以糖食 居然可以糖食呢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 呃 那个什么来着 对我就在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要自己一个人下去做核酸 我干啥都得自己一个人做 我今天拍了 我今天穿了裙子 都没有人帮我拍照啊 嗯 我本来以前就是 如果我化了妆什么的 就可以去那个舞蹈房 然后我们两个人互相拍拍照什么的 或者我们三个人互相拍拍照什么的 然后今天就是说 感觉自己化我的妆都没有用了 都找不到人帮我拍照 然后 我感觉 啊都没有人陪我去逛商场 嗯 我昨天真的我知道 而且昨天顺便还知道了 另外一个非常 嗯不开心的消息 但是我好像也不太能跟你们说 就是昨天真的是几重打击 你们知道吗 我昨天啊 谢谢亮出嘴脸送您光喊 我昨天 我昨天就是属于 呃 先是通宵了三十个小时在那儿剪视频 然后 我剪完视频之后 我群里得知了一个非常非常令我窒息的消息 就是说整个人非常的难过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偏偏还是在我 就是马上得知自己要 呃 接下来的一月里面要 呃 就是一个人下去做核酸 然后没有人陪我逛商场 没有人陪我拍照的前一天 然后我偏偏还 刚通宵完 然后脑子都快炸了 头疼炸了 然后那视频还一直给我倒不出来 我电脑不是经常出bug吗 你们都知道的 然后昨天一整个心态崩溃 呃 对于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坏事吧 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对于我来说算是吧 哎呀你们后面 哎对于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坏事 其实就是跟你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 嗯 其实跟你们讲或不讲也没有区别 反正你们 哎呀该知道的 就是 后面你们看看公演啥的 应该 就会知道 就相当于只是一个 一个 政策或者什么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吧 反正对你对于你们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哎呀没啥好记得不是很重要的事说实话 不是很重要的是可能只是我自己比较在意 就是它正好戳在了我的点上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说真的 对 尤其是对于你们来说更不重要 然后 你知道昨天我又想到什么 就是 我7号不是生日吗 我本来还在想就是7号生日 啊 就算 就算 再怎么怎么拉垮 我也能跟 杨雨昕和王一柳出去吃个饭吧 至少我们也能 就是 但是 虽然我社交圈那么小 就是 感觉我 人脉不是特别广的样子 但是 再怎么怎么拉垮 好歹我能去跟 王一柳和那个杨雨昕一起过吧 然后 之前我的生日嘛 我一般都是回家跟我同学一起过的 因为我有几个好朋友 是从小到大 就是从小学玩到现在的 然后每年我生日就是 我就会跟我几个小学同学一起出去玩 但是现在是什么一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 我今年生日 啊 杨雨昕跟王一柳出去了 然后 啊 我可能要一个人待在宿舍 啊 我问了一下回家的政策 就是再加上这个公演的时间 我肯定也回不了家 我也没法跟我的小学同学一起过 所以我真 嗯 我觉得 一个人在宿舍过生日 这真的有点超过我的 就是 嗯 承受范围了 就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一个人吃饭 然后 嗯 就我不太能接受一个人看电影 可以接受一个人吃饭 那我觉得一个人过生日也太惨了吧 我能不能不过啊 我干脆不过了 我还是22岁好不好 我不想过生日了 嗯 他们来上海 他们回去还要隔离 你觉得他们会愿意来上海 以前每年就是 我生日就是大家一起聚聚 的一个好机会 就是我跟我几个好朋友 就是每 从小一起长大 的发小 然后每年我生日 大家会一起聚聚 我不想过生日 过了生日 我就23岁了 嗯 我以前觉得22岁都已经很大了 可是我居然马上22岁只剩最后几天了 然后我感觉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还说就是还不一定还是个未知数 我感觉这个东西都说不准 我感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人跟我讲话了 所以我昨天 居然难过 你们知道吗 嗨 而且我还很想知道就是 嗯 为什么我们那个最佳拍档到现在都没有演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跟北京的什么时候才能演 杨雨昕走了呀 杨雨昕不在宿舍啊 你知道今天 那个小熊就是熊子翼插队那个新人 他来我们宿舍就是想借衣服还不知道什么的 然后呢 我我一黄眼我看着了杨雨昕 然后我当时正好在厕所嘛 我从厕所出来 然后我推开门我看见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人都傻掉了 我以为我见鬼了你知道吗 当时 我真的 他穿着杨雨昕的衣服 然后我 我当时我真的我人都傻掉了 我以为我出幻觉了你知道吗 救命 我现在真的一整个不想过生日 然后然后不想待在这个宿舍 哈喽哈喽 你们是不是到隔离的地方了呀 哎呀我真的好羡慕 我昨天在出租车上我还在说好羡慕你们可以去广州 然后 网友在那边说什么说 哎呀张世雨你是采到柠檬了吗 我 我翻个白眼我真的 哼 气死我了 对 今天我还意识到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 我洗完头 我才发现 杨雨昕把我们的 把他的那个吹风机拿走了 我之前我没有自己的吹风机 我都是借着他的那个吹风机用的 然后我洗完头 我发现杨雨昕把我吹风 把他的吹风机拿走了 然后我没有吹头发 然后我就下去开会了 然后我一整个头发湿零零的下去开会 一 他在你旁边吗 能不能打死他 能不能跟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拿了吹风机 他应该提醒我一下的 虽然这是他的吹风机 但他还是应该提醒我一下 然后我叫我外卖买了个吹风机 好难过好难过 他在你隔壁房间 请你垂他的墙让他睡不着 谢谢 啊好羡慕 我要整整一个月 没有人跟我讲话了 啊 好阴谋啊 我一个都不想 我谁 我没说我想他们 我只是觉得我没有人跟我讲话 然后没有人帮我拍照了 然后也没有人跟我出去 出去逛商场 然后我做核酸 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然后过山 然后一个人过 他说拍一个吹风机不好使 好过分都不给我留一个 难过难过 啊不行我要下直播了 各位拜拜 五点了我要下直播了 算了不放BGM了 我下直播了 各位拜拜 就是说我感觉 我再直播下去 我这个心态有一点点崩溃 各位拜拜 各位拜拜 哦 谢谢KK送的高级马卡路 哦 哦 谢谢礼物 各位拜拜 再见 我要下直播了 我觉得我再直播下去 我可能会有点那个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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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